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猪猪姐 其实呢 这个所谓的你知道 这个话就很多都拿您出来酸了 所以我说我是五号候选人嘛 是啊 其实真的有人说 你为什么不出来再选一次 我如果出来再选 我会被人家骂了 对不对 世代交替的时代 你这个老姑婆 以后记得不要骂我 网书上 你这个老太太 我不是老太太 我是老姑婆 请你改变一下称呼 姑婆是没有结婚的人 太太是结过婚的人 请注意你的中文的修辞 是不是 但现在您知道 现在我们都讲一中文各表 一中文各表 但是当初您要出来选总统 曾经谈过那一中同表 讨论过是不是直接把它搬出来说 然后现在就说 一中同表其实张亚中先生提的 我现在某些观念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 我刚才不是讲的 不要说是同党之间 不同党之间 只要这个议题大家可以谈论的 甚至可以讨论的 其实这次的选举是 最好讨论我们到底 应该要怎么样的 一个最好的机会 大家非常理性的讨论 我这样做是为什么 你这样反对是为什么 大家讨论有大家来评判 不是很好吗 结果不是耶 是互相杀来杀去耶 而且你说一中同表本来你以为说是什么 张亚中校长有跟你讲说 美国啊大陆啊那边都知道啊 都认同同意啊 所以你就可以出来讲了 嗯 这怎么又变出这个什么事情 我都不晓得 是啊你都不晓得 我都不晓得还说话 对啊 说大陆美国 张亚中的竞争的对手那边 大陆美国跟日本都同意 就是好像连一中同表那边 这四个字其实都已经有先知会过啦 是张亚中先生有这么跟您说啦 胡说八道 所以也没这回事 如果说张亚中这样讲 是张亚中跟习近平结拜啊 我都不知道到底谁跟对岸结拜啊 不要这样子才是这样 今天我们好像变成一个澄清大会了 为什么不是 我觉得这样子是乱讲啊 这个就胡说八道 而且自台身价嘛 对不对 我跟这个人讲同意的 这个不是张校长自己讲啊 我知道 我不是说张校长 我不是说张校长啦 我说你会讲这些话的人 那不是很奇怪吗 嗯 是不是 到底是我们谁跟谁结拜了 我最希望我跟他结拜 我真的很想耶 是 可是人家不见得会跟我们理我们 对不对 对 我不是这样话 不是这样说 我们只是说 在有共同的政治互信的基础之下 我们一切都好谈 但是没有这样一个政治互信 两岸没有互信的基础 我跟你吵架 我恨你恨得要死 我们怎么谈啊 嗯哼 我们作为一个共同的目标 有共同的想法 差不多的理念或许略有偏差 因为我有我的立场 我有我的主张 那你有你的立场 你有你的主张 那我们大家是不是能够 我们说是这个求同 他们叫聚同 我们把相同的把它聚在一起 那个话义 因为他说朱立宁说尊义 尊也好 话也好 我尊重你啦 可是还是存在的啦 可是我说我知道有不同意见 但是我们能够把不同意见解除掉 变成我们大家都有共同的一个想法 互相要尊重 那不是更好吗 是不是 所以我是觉得很奇怪 很多事情不是不可以谈 只要非常理性好好的谈 谈出一个对台湾的未来 对台湾的生存发展 最有利的一条道路 这才叫爱台湾 什么叫爱台湾 是不是 你们现在所有的 不要轻忠啊 民进党就这样讲 不要轻忠就爱台湾 不要轻忠就爱台 不要轻忠就爱台 轻忠就卖台 就是清美 轻忠就卖台 对 清美就爱台 清美哪天美国也拍屁股 什么从内湖 AIT的楼上坐飞机走啦 怎么呗 这是我觉得 为什么我们都没有无脑 但朱鲁杰回到这个现实面 因为接下来2022有选举 然后再过来就是2024 朱立伦特别强调的就是说 要赢2022才能够有机会赢2024 没有错 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认同 朱鲁杰也点头了 可是呢要说到眼前这个2022 有紫衣说就说现在要现实考量 如果今天是张亚中先生 当上国民党党主席的话 像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他就有特别讲到啦 他说那以后呢 那民进党就很好打啦 这些蓝营的都不要选了 是这样吗 因为这个只要是张亚中 就是你票投张亚中 那以后就等于是什么 就是选你今天去选 比方说是朱鲁杰出来要选2022 那就是你选洪秀柱 就等于是选张亚中 那你就知道是什么样的后果了 啊 那就不用玩了啦 2022就没有国民党的机会了啦 蓝营都不要选了 我觉得任何一个国民党的候选人 他都会帮你打死的啦 任何一个人选总统 不管是谁 民进党都会用前几次 所谓的亡果杆 那个卖蛮果干 对呀 他都会用的 你们不管是谁 我觉得他都会用这种方法 来修理的 是 谁当党主席 其实他都用这一招 他都会用这一招 只是强跟弱而已啊 是不是 只是强跟弱 就是你挡得住挡不住 是不是 其实那时候 我不要讲那个时候了 讲以前事情不好 你就是看选谁 选了谁 你觉得他比较挡得住 那就牵扯到候选人的条件 什么条件 什么条件 对不对 选党主席 第一个当然是政见嘛 那个政见但是有问题 政见是可行否 他政见的可行性实践性很重要 一个是候选的政见 还有当然你领导人的魅力 你这个领导人有没有魅力 魅力就能够吸收选票啊 像当初那个马英九出来选 第一次出来选 怪怪 风靡啊 哇 那个妇女票 当然到后来就越来越 往下爬了嘛 对不对 那就是你有没有那个候选 领导人那个魅力 还有你有没有那个 大度大量的格局 就是说对于不同意见的人的意见 你都觉得好 你都能够吸纳 这叫大度大量的一个格局 还有你对于大是大非的一个 关键性的问题 你有没有一个 这个权刚独断的魅力 你有没有魅力 魅力啊 有魅力啊 比如我去讲一个魅力 不好意思我抬开我自己身架好不好 我选党主席 我选上了党主席 我明明知道这件事情 对我是不利的 但是我非干不可 就叫做裁员减薪 因为工厂已经不是加到越大了 我一上台没多久 党产通通都被没收了 被冻结了 我们的党工薪水还是领的那么高啊 第一个我自己不领薪 第二个我开始财薪 我财薪还财两次 所以一级主管的薪水 就一直往下降 基层不见得有 然后裁员 人家没几个人可以拿天下 你这么大一个组织 你拿不到天下 你还失天下 这表示我们的结构性有问题 所以我们裁员减薪 同时要受训 我们恢复总理纪念周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我们政党的历史 政党的理念 政党的中心思想 政党的核心价值 政党的何去何从 国家的道路应该是什么 被骂呀 我那么忙还来听你上课啊 是不是还来听上课 其实不是我上课了 我们请多专家学者来 那么我会知道 我会引人讨厌 可是这叫大是大非 你就要有乾坤独断能力 我就是想干 我非这样干不可 我就是要财新就财新 要裁员就裁员 你恨我 你恨吧 因为国民党要生存 是不是 那个魄力现在很重要 更需要了吧 那更需要啦 尤其对国家的道路 那个大是大非 那更是重要了 对 而且现在两个问题 第一 你说国民党如果说是一个 还有对不起 我打断你的话 还有一个问题非常重要 你这个候选人 对政治的生态 全国地方政治的生态 你要了解哦 嗯哼 你的地方有些什么派系 对 有些什么人物 对 有些什么你认为是好的 坏的 你觉得很复杂的 你要了解 对 这个不了解 你根本无从去布局 所谓2022跟2024 对不对 然后 还有一个重要 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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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每天要人和 拔干净 那个马英九那上台说 我要消灭派系 结果自己倒霉 对不对 派系消灭不了的 国富革命 我常常讲的 什么各门各派 三郊九流 五湖四海 三三五月 朋友都交 洪门青帮 都交 大家都交 交了这些朋友呢 人家听你讲话 对 是不是 你唤起民众 哪怕他是猪鹏狗友好了 你唤起民众 让他们觉得你是个值得 我去拼命跟随你的人 这是人和之后 你了解地方派系 你能够协调沟通 才能够做那个 才能够合起来 只有结合众人的力量 你光讲理念是没有用的 那理念跟实物可不可以结合 当然可以嘛 你宣讲理念 你了解生态 你这个有人和的作用 你才能够做 那怎么办呢 这个猪跟姜 应该是有理念 一个懂食物 那很简单 不管谁当选 那个人要不要 帮那个人的忙 是不是 不管谁当选 那要愿意倾听的人 我应该强调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处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缺点 但当这个人当选之后 他的缺点在哪里 我们愿不愿补足 如果这个人 我刚才讲的固执己见 我非将不可 那个不是说大是大非的 就是说我就认为只有我对 别人都不对 我不会听你的话 没有大度大量大格局 那么不是你这个党主义失败而已 你拖垮了这个党 这个党一旦拖垮了 民进党会很高兴 国民党没有了 可是我要在这边禁告民进党 国民党没有的时候 你民进党也没有了 中华民国也完了 大家都没有了 所以你不要在那边偷笑 以为你把国民党干掉了 你就可以一党独大 目前你是一党独大 可以你大到什么时候 如果你大到通通把这些 通通消灭 只要你一个党 我告诉你 台湾也没有了 是是 好 这个杜姐 你不是最近才有 跟年轻人有机会对话吗 因为你知道 现在其实国民党 最让大家觉得是担心的 可能最没有出路 就是因为这个 没有后面的年轻人来接棒啊 年轻人现在不甩国民党啊 所以你在问我说 为什么要办地方的座谈会 是不是 对啊 那你接触这么多年轻人 那这些年轻人 他们有什么样的话要说呢 我想跟你说 怎么看国民党 不是我去找年轻人 是年轻人来找我 是希望跟住住姐见个面 谈谈话 我当然很高兴 老人家年纪大了 你最好扫啰 年轻人很讨厌呢 是不是 他愿意来找你 听你讲话 那是好事 我说你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来 不如我到地方去 所以我们是在整个台湾 中部 南部 北部 我们办了七场的座谈会 你跑好多地方啊 跑了很多地方 办了七场的座谈会 这座谈会前面先听你们发言 我在讲话 OK 我说谢谢你们愿意来听 但是选择 你听不听我的话 跟我没关系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 我们是过去式 你们是现在进行式 也是未来式 国家的未来 你们的前途 是靠你们的选择 你做了正确的选择 你有未来 你做一个臭的选择 你的未来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讲话 那的话就请大家选择 分析以后 我们不表示你要去支持谁 但他们本来就是 国民党党员了呀 都是党代表啊 是啊 党员党代表啊 对 那我觉得 现在不只是要 跟这样的人能够对话 因为这个现在只是党内 对不对 党员彼此之间的沟通 现在国民党需要的是 更多外部的支持啊 你要听我讲 党代表他其实 会接触很多人 所以我还鼓励他们 他们要做党的宣传者 做那个比对舞 口对舞 会写的尽量写 会讲的尽量讲 讲正确的话 做对的事 让大家觉得 国民党是给人家信心的 给人家欢喜的 给人家这个 觉得有希望有前途的 觉得有希望的 是不是 你要这样子 而且有所期待的 有的时候我看到 有一些年轻的民意代表 或者是国民党的年轻的干部 来上我们的节目的时候 那都讲起国民党党内的 家务事的时候 垂头丧气 可是这要鼓励他们 是啊 你鼓励他们说 年轻人的政治人物领导人 要创造各种的机会 让不同的领域的年轻人 有发展的机会 不是每个年轻人 都要走政治这条路 你有心走政治那条路 但是我就给你们一个劝诊 你不要做小政客 你要找从政 你要知道从政这条路 你的目的何在 你所为何来 你要有个正确的观念 正确的理念 你要走什么正确的道路 这才是对的 那你要拿什么东西出来 去吸引更多的人 来加入国民党呢 现在国民党 大家都说老人太多了 怎么40岁以下 才3%的比例啊 所以五号候选人 是不用选的 有些人是要开玩笑 孙孙孙不选 我们也不是说 年轻人就一定是好 是年轻人说 经验不够成熟也有 所以他们愿意来 跟年长的人谈谈天 年长人可以把经验 想把各方面跟他们说 把他们分析整个状况 他们愿意听的话 那么年轻人 自己也要那种 这种自己党自己救 你逛在那边 骂自己的党 没有用啊 我可以不上你这个节目 我觉得很烦 可是有的时候 你就来 我觉得好像该讲的话 要了 还是讲一讲吧 有必要了 是不是 可是今天我们稍微讲话 稍微有不慎 认为我们带风向 而且就位姐 都8000多人在看了 8000多人 那真的非常谢谢 8000多位朋友 我这样讲 是不是大家能够接受 至于尊重大家的选择 但是也请为你的选择负责任 的确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国家要怎样 不是哪一个人有办法的 这是要大家一起来 贡献自己的意见 当然也不是说 不遵守你的意见 你就开始造反 你就反他 不是 是我们希望 如果多听意见 然后我说格局要放大 大是大非的事情 我们当然要做一个 有魄力的一个决断 是不是 那个其他的 我们都要还有善用人才 是 人才要善用 而且人才要培训 你不是把一个年轻人找出来 让他去死 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才会有所谓的 用状育青的培育计划 在我做主席的时候 你要培养他 培育他 教育他 要让他了解 他什么事情都不了解 你就说花冠哥你去选吧 那你不是要去死啊 而且你要有他历练 尤其他对公众事务的服务 他也要有历练 他没有历练的话 不知民间几苦 有很多孩子 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叫苦 什么叫生活 他根本就不了解 是啊 所以要有更多的对话的机会 可是我觉得 其实现在目前 国民党自己本身 你要整合的话 就是真正在台面上 祝祝姐真的也别太谦虚 你还是进行事 我现在进行事 并非过去事 所以呢 其实当你站出来 大家其实还是会听 祝祝姐说什么 或者是说从祝祝姐 那种不愿意表态支持任何一位 但是又想要听出 他到底是挺谁 这个里面去找出一个答案 因为你还是有一定的指标 是因为影响性 我刚才讲了很多的指标 你们从这个指标你去选 你要选这个指标为主 你要以证件为主 以人和为主 以破例为主 度量为主 格局为主 你要以什么为主 你去选 是不是 是 最重要的是 我千拜托万拜托 你既然有心参选 就表示你爱这个党 既然你爱这个党 就不要伤害这个党 不要撕裂这个党 不撕裂这个党 就请你们在选举 所以我一开始我就讲 不要把大家脸皮撕破到 以后难以见面的朋友都做不成 那这个党怎么结合呢 那这个人才不是就 不是浪费掉了吗 但是这个朱姐 有讲的直率一点 有人就说 朱姐在那个时候 出来讲这个支票的事情 其实就已经是一个态度了 好像就是不挺张亚中 挺的是朱立伦 等于是用这个方式在帮朱立伦选 那你又有点误差了 有些事情可以不表态 有些事情一定要表态 这就是我告诉你说 我在做党主席的时候 我干了什么事 裁员减薪 减薪的时候 大家已经不知道 国民党已经无法生存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减薪 可是那个时候 就有人質疑说 主席把钱藏起来了 故意不发给我们 那么因此呢 我们的行管会 也受了很大的压力 那时候我们跟大家 跟这个党场会打官司 我们因为打赢了 还解冻了几张支票 所以我这本票开出去 借的钱还可以 暂时可以还 可是还是有人 在邱大展面前 很多细节 我这时候讲的会伤人 逼迫他说 到底我们还有钱藏在什么地方 所以当张亚中把那三张废的 本票拿出来放 说我这边有五千万美金 我都吓一跳 那你是不是会让人家有很多质疑 你果然你就是藏钱嘛 你原来手中的人 你借的钱不是募款 是借的钱 借的钱你都没有拿出来花 没有拿出来发薪资 那果然就是藏钱嘛 这个是影响 不是冲击选情 是影响著作解 跟国民党 跟我们邱行政行管会主委的声誉 这个知识体大 这当然要讲啊 你骂我都没关系 你骂洪秀柱不是个东西 都没关系 你骂洪某人 根本就是不服众望 本来就不够资格做总统候选人 也不够资格做党主席 他凭什么 他凭家事 凭学士 还是凭什么 他什么都不是 你一直凭你的莫名其妙的运气 走上这条路 你都可以 我都接受你骂我 但是唯独这个不可以 所以我一定要站出来讲清楚 所以就是说那个事情 那个真相其实呢 它可能必 到底是个国民党是挺谁 是无关的 是无关 所以你在那个时候 还是决定要出来讲这件事 要把它讲清楚 好啦 这个当然是 这个祝祝姐这样的看法 只是可能外部要怎么样去解读 别人怎么解读 我曾经有很多的朋友 就有写很多的like给我 对 我说我到了这个年龄 替国家该做事也做了 对 替党禁的责任也禁了 所以现在是该言就言 笑骂尤人 是 所以这个当然 祝祝姐的选择 大家也会尊重 对 当言则言 笑骂尤人 你听也好 不听也好 对我来讲无所谓 是 但是现在你觉得 你自己怎么看 国民党重返执政的机会 有这个胜算吗 没有什么 甚至没有胜算 什么没有胜算 虎虎虽三户 亡情 是什么 是不是 虽然说是 虽然是小党 可小党呢 你只要 只要你努力 虎虽三户 亡情必处 你虽然只有小小 你是一个小小的 很弱势党 只要你能够懂得 检讨自己 只要你能 检讨自己 有的立场 跟你自己思想 你自己的价值 你能够坚持 你只要肯努力 肯团结 你也能够做出 有智慧的选择 我想 只要对于 民族的复兴 对于人民的安全 对于国家的发展 我们都坚持做 对的事情 我相信 人民 会给大家 会给国民党 一个逐渐壮大 甚至重新执政的 一个机会的 那你看自己 有出息没出息 所以你不要怕 这个党吃掉了 你刚才好像 还没谈到什么 这个蚕食你 你被那个吃掉 民众党啊 民众党现在声势 不断地在壮大 你自己没有出息的话 谁都救不了你 国民党有光荣的历史 国家是国民党建设的 建立起来的 国民党哪怕退到 八年抗战是 国民党带领打得赢的 台湾是因为这样光复的 台湾的建设 是国民党带领的 台湾之所以会变成 亚洲四小龙之首是 国民党的 国民党能够保卫台湾 建设台湾 能够教育普及 社会安定政治民主 都是国民党建下来的基础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说 我们是民主的长城 自由的灯塔 但是现在这几年被消耗殆尽了 长城倒了 灯塔没了洗掉了 都给政府搞成这个样子 如果说今天我们的人民 还不能够觉醒的话 国民党还不能够团结的话 那么那我看刚才我讲的 关灯打烊收拾书包回家去算了 但是这么多年了 看到这个祝祝姐 其实呢大家都说 国民党早就分裂啦 国民党其实有在检讨吗 国民党还在斗吧 一直在斗啊 可是祝祝姐呢 还是在保有那份 对国民党的热爱与忠诚啊 这把年纪了 其实可以不要有这个热忱啦 可是呢 始终难以忘怀 自己对党的那份热爱跟期许 所以我才会说 党可以不要我 我不会放弃党 我们始终不放弃 每个人都有不放弃的决心 都有重返执政的决心 现在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我们都愿意这样做的话 没有成功不了的事情 如果说大家不抱希望 那大家就一起再见了 嗯 的确 那现在你看哦 有人说这个 如果要讲这个国民党 现在要去找回这个话语权 因为现在其实你可以看到嘛 国民党其实在很多议题 的这个论述上面 其实呢要么就是太模糊 要么就是不够感动人心 所以明明民进党在执政的表现 大家是所谓的游牧共睹啊 看得很清楚 到底是做得有多差 不得民心 民调其实都可以看得见 可是再怎么说 那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在野党啊 边边国民党看起来呢 还不够 有人就讲说 因为一讲到所谓的 两岸这个议题的时候 尤其这一次国民党党主席选举 把整个两岸的论述又炒了起来 大家在比什么 你是不是在支持九二共事啦 你是宪法九二啦 你要怎么样 要签和平备忘录啦 就开始在比这个 结果呢 就一比以后就发现说 再怎么比都是什么 都是在向深蓝喊话 偏偏深蓝呢 在台湾整个光谱里面呢 它是少数啊 所以呢多数的台湾人 就是在维持现状 那才是他们所要的 这就我刚才不是讲吗 是 交朋友 朋友对你有信心 对不对 今天我们这个 他们叫你情教官是不是 都市姐也知道了 我们这个 我叫你小情好了 这样对小情 你跟我交情很好 你信任我 那我就告诉你我的想法 那我的想法你觉得对 你就帮我去宣传 对 所以我们有这个人和 你就会相信我 是 但我们如果根本就不和 我干嘛相信你啊 懒得理你 我就根本懒得理你嘛 对 有了人和 再有了宣传 是不是 再有理念的宣传 对 你就跟我走 所以一个好的领导人是 请跟我走 对 而不是随波逐流 不是人家说什么就什么 不是说看选票的高低 没有往哪里走 民意如流水啊 今天往东明天往西 你有没有这一个 让人家喜欢你 信任你的这种 胸襟度量跟人和 你才有取得更多的话语去 是不是 如果你这个都做不好 当然我们今天 我也要替国民党讲两句话了 那也是因为我们输得太惨了 输得到最后立法院 没剩几个人了 举手举脚都好像赢不过人家 他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以前我们是多数尊重少数 对不对 少数应该服从多数 但他们不是 他们是多数完全不尊重少数 他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对啊 所以完全执政就可以完全不负责吗 他完全执政完全不负责 完全执政完全暴政 是 这个用了暴政这两个字 很重啊 但是也很痛心啊 就很痛心啊 如果说我们人民 还不敢没有感觉 没有痛心的话 语如皆亡 把他去死了吧 那应该更多的去强调 当然两岸的论述 其实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去 可以很客气的 很和缓的 大家慢慢来讲清楚说明白 也可以辩论 我认为这样才对 你认为那样才对 那我们在你的论述 跟我的论述之下 怎么样去跟对岸可以谈 是不是 怎么样跟对岸谈 能够谈出个结果 尤其我们是不是要呼吁 对我们的网民 不要没事去逗人家 没事去跟人家吵架 我看到对方网民的一些 一些话我也很生气啊 尤其有一个网民叫 名字我忘掉了 他居然还唱起了当初 我们两党对峙的时候的 我们他们应该反蒋的歌 比如说我们是唱很多 反共的歌 他还唱起来 我就想我唱得更多了 我是在这个 反共抗恶声中长大的 我的反共歌曲我唱得更多了 我现在没空唱给你听了 是不是我唱得更多 他说可是蒋经国先生说的 时代在变 潮流在变 环境在变 如果不是变 以共产党一党独大状况之下 为什么解除暴境 为什么解除党境 那为什么要开放 这个老兵可以大陆观光 为什么我们以前的三部政策 到后来都解除了两岸相通 为什么后来可以做到 这道两岸的交流 为什么我们可以创造了 我们更大的一个利益 对台湾有更好的这种结局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跟大陆 再进一步的谈 我们怎么样把政治的问题 也解决 我们才叫做两岸一家亲 这是大家可以谈一下 你这讲法可能比较有效 那么国动讲法也不错 那我们是不是要怎么讲 去跟对方能够好好的谈 让他们来接受我 所以我也跟对方每次讲 我除了跟对方讲说 我们大家都来存好心 说好话做好事 对两岸都有帮助 我还说我们是不是 将心比心 你们也不要对台湾这个样子 你要换位思考 今天我们台湾 为什么那么怕被统一呢 是有原因的 那你是不是也想办法解除这个原因呢 是不是 这大家都可以好好谈嘛 是啊 你老是用骂的 今天这政府就只会骂人啊 骂人是一流啊 骂人又有选票啦 骂人又有选票 那就是台湾选民 不用脑筋的 我不知道说好意思 愚蠢嘛 愚蠢就害了你自己的未来 对我祝姐没关系啊 祝姐如果活几年我不知道 害了你们自己的儿孙呢 害了我们的下一代啊 所以我刚才说 我跟年轻人讲说 祝姐是过去世 你们是现在进行世 你的孩子是未来世 你要不要为你自己 要不要为你的下一代去着想 这不是我的选择 我已经选择了 那你的选择是什么 大家选好了吗 今天线上投票很热烈 的确很多朋友都已经有 在刚才我看到不是加一啦 就是加二啦 非常谢谢大家 八千多位的线上的好朋友 今天一起在听祝祝姐讲话 当然呢 也谢谢祝祝姐 也很感动啦 你这么苦口婆心 希望呢下次呢 再跟祝祝姐好好的再聊聊 那有没有要选五号候选人呢 选五号啊 好啦我们下次就来开放 好啦今天也谢谢祝祝姐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 再会 拜拜 主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